住手 父亲 几乎法大兵出狱 不以重刑 更何况与我相争之事 情有可缘 长痛不如短痛 总比关注我好 你疯了 林浩清始终为着纪云河考虑 再看到他受伤 也会默默心疼 但从不将感情表露在他面前 十方阵坍塌 林浩清第一时间想到 纪云河去寻找长意 再看到纪云河落入十方阵中 也是默默地喊了声他的名字 纪云河 看到纪云河受伤 不顾自己受伤强行倒塌 纪云河 林浩清哪是恨你入国 他明明是爱你入国 为了纪云河不受伤害 林浩清亲手斩杀了自己的父亲 我不死 他就得死 林浩清什么都知道 但是他不愿将事情告知纪云河 年少时的针锋相对 只是在背后默默地守护他 为了爱人心甘情愿地付出 但是自己心爱之人 没能走到自己身边 间接地表白 却没能遇愿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比如生老病死 比如光阴流逝 比如你不在我身边 之后 纪云河生死 身体被冰封在弧心倒腿 林浩清隐瞒众人偷偷复活他 并将他养大成人 给了纪云河想要的自由 以前总说 海底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看完林浩清和纪云河 才懂得 海底月捞不起 心上人不可及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